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气扑扑地站在马路中央 挡在一辆清洁车的前面 开始大吼大叫气氛地表示 清洁车严重挡到他的去路 直接一个超车跑到清洁车前破口大骂 带来看一段当时的画面 不断说要检举对方违规 气到安全帽都脱下来理论 清洁队员也很无奈拿起手机录影自保 事发就位在新北市淡水一处狭窄的巷子里 周边都是店家清洁车忙着收运垃圾 但男子当时疑似骑在车子的正后方 想要超车但路实在太窄超不过 等得越来越不耐烦 最后骑到车子前大骂 环保局清洁员事后也对男骑士提告妨害公务